洪水淹没路面,许多民众被迫坐船撤离 受到季风影响,孟加拉和印度东北部地区近期遭到洪水肆虐 截至22号,洪水在印度造成至少11人死亡 在孟加拉造成至少4人死亡 这次洪水也导致了孟加拉300万人受困 大片地区都被淹没,房屋和基础设施也被破坏 当地官员表示,有许多地区的道路被切断 导致救灾工作受阻 孟加拉洪水预报和预警中心警告 随着降雨持续,水位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进一步上升 引发更多洪水 另外,位在东南亚的泰国也受到热带性地气压强降雨影响 造成泰国北部有超过12000户家庭受到山洪灾害威胁 泰国国家水资源办公室和防灾减灾部 发布了北部省份山洪爆发的警告 总理贝东塔也表达担忧 命令有关当局持续监测洪水局势 欢迎新闻专格综合报导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